本土最前線 MyRadio.hk 星期一至五 晚上九至十 本土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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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回到第二節的本土最前線 今天第二節 繼續去講教育界的 Dark Side 即教育界的陰暗鏈 剛才講的那些 都不是疑似的 都是十堆其九的中共 來自香港教育界 去滲透 去推廣他們的 共產黨價值觀 搞風搞雨搞事搞棍 已經開了名 大家 大家 留意一下這件事 講開教育界的 那些濕狗陰執 尤其是校長 校董 高高在上 不停人間煙火 又收這麼多人工的西人 掌聲是十萬八萬一個月 十萬八萬一個月 那是上班數的 班數多呢 那人工就高一些 如果班數少呢 那可能有一個主任的人工 但是說真的 做得主任呢 上萬點都有的了 嗯 OK 那 還有些什麼 我們剛才講開 一些 問題其實 不只是在校長 你校長去決定 一個學校的 政策 行些什麼 方針 因為他們 當教育是一個生意 你去做的緣故 那所以就要有 客仔 那客仔就要 所以為什麼會見到一些 雙非 雙程症 那些都會流水 因為覺得是老闆 那他應該有 多些的分別 我猜一下 那這個你去講一下 你看一下你學校 如果你是那些 那些地方又可以 又不是打得那麼好的 那我學校可能很殘舊的那些 就是可能說這個 你叫火柴的學校 就是說六十年代 那些你以前讀的那些 那些是舊的小樓 就好像 例如說 在圍充 看到一些街角 有一間很小的那些 對啦 或者黃庫村 那些六十年代 一條手樓而已 對啦 那我這個學校 如果收得 收學生收得不足 不能選擇之下 就會收很多 人家最令人氣我脫 就是人家不要 他就要收 那收什麼呢 相飛啊 或者是一些 我們叫恐嚴殘的 就是說可能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媽媽的那些 那有個電話的 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老爸老婆 對了 你會找到一個ID的 但是 很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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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各個幫主 應該是 那有些媽媽就 找他 他就常常都是 晚上就上班 的 可能不知道他去哪 找老爸就說 不在香港那些 那些 這些就是 監禁照顧得這麼弱的那些 那些老師就 你不是說 你簽一張回條都慘了 找不到啊 然後老闆就跟他說 咦 你為什麼收不齊 那什麼令他收不齊 再失格一點 就問他 在什麼情況之下 你覺得收不齊是對的 又入你了 如果他這樣的語氣 來和一些教職員說的 那他完全是 把那個 學生的家長 這個那麼不合作的 那個問題是癥結 他就推了去老師 他就要懲罰老師 是的 我們有一句說話的 這行 捉到小孩就捉小孩 捉不到小孩就捉大人 我再說一次 捉到小孩就捉小孩 捉不到小孩就捉大人 那句說話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怎樣都要找人制棄 是的 即是說 例如我講簡單 一個小孩很頑皮的 打人的 作弊的 家長不理的 偷人家那些 出街上又是事故彭生的 那學校呢 當然是捉小孩的 一開始 但是發覺是捉不到 因為那個小孩 他根本坐在那裡 他習慣了生活 習慣了 不是這樣的 所以呢 就捉大人 那捉大人 你想一下 現在學校哪有什麼大人呢 最容易死的就是老師 最容易拿來合約 那只有老師 就是班主任 對 班主任的願望 最重要是合約 認識 聽證的老師死得最慘的 那 就是不是公司的 那些 不是 合約 其實 如果聘請的老師來講 都是合約說話 有幾種方法 最正常的方法 叫做薪酬津貼 那香港呢 有幾種學校的 官納 津貼 直資 私行 大約是這四種 那就是政府的資助方式 對 私校是沒有資助的 直資就是給他一塊錢 你洗完之後要保護 那津貼呢 就規定了 譬如說 薪酬津貼 今年是給多少錢 你有多少班 多少個學生 那給了一塊錢 就請老師 那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薪酬了接請 有一些我們叫做薪酬 請的老師 就最請的 例如說 你一個新移民 你不知道的 如果你收入一個新移民 你收入一個SEN SEN 即是Special Education Lead 的學生 即是Special Education Lead 特殊教育需要 那些學生 包括那些什麼 過度會約 很嚴重的自閉 那些 那些 有些很嚴重的 有些沒有痛感 我聽說 有限智能 社長外 定屍定鳥 那些 是的 還有一種 對抗性的徵狀 我不記得英文叫ODD 還是什麼 總之一來 就不會開一塊 你想想 你也是 你一手拍靚 一手拍靚 就不會只有一套花 當然有幾樣東西 那個小孩 我們說回來 很嚴重 這些情況 抓不到的 他根本控制不到自己的 自理能力都沒有 那就大件事了 就抓老師 怎樣抓老師 講個例子給你聽 顧用條例規定 其實一個正常 在公司上上班 有一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很多人 大家一定要一個時間 對 我給你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吃飯 沒有進來 但是現在 我一講大家都會有 很多津貼小學 是不會有一個小時的食物 當查起來的時候 他就說會有 我有偏偏老師的小時 下去課室那裏 跟那些小孩一起吃的 這樣就慘了 我想都想到 如果偏偏我下去 跟一班小孩吃飯的話 那就是說 我不能夠安心吃飯 我要看著 那都是在做事 對 變成那個小時 名義上就是給你吃飯 實際上你下去 你猜一下你要做什麼 下去一個飯盒 放在地上 裡面A B C 然後你可能有五三十個小孩 排不是問題 大家守規矩 跟回香港做法 排舉 帶豪數出來拿 跟回A餐就是A餐 B餐就是B餐 那其實很誇張 其實說真的 小孩吃飯是開心的 如果小孩有些教養的話 他坐在那裏 你跟他吃飯 他會說 老師你也會吃飯 我會跟老師也會吃飯 他們很天真 覺得老師是入電池而已 覺得老師是不會吃飯的 謝Sir會是因為謝Sir他沒有電 他賣場叉叉電池就可以回來的 他覺得我們不是人 小孩很可愛 但是大人有時做法 他不明白 有些很嚴重的 他記得有一個說過度活躍 再加持威 哇 真是淒涼的 第一他控制不了自己的節奏 他做事一定要很快 周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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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你跟他溝通不動 可能你跟他說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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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說過 你說話 他當你會說話 他覺得滿意 他會不停重複 對 甚至有一些暴力的行為出現 我記得有一次去看食飯 我跟兒子說 你這是A餐 你出來吧 B餐是這邊 他叫你出來拿回自己的麵 他出來看著我 很生氣 我不要吃A餐 我要吃C餐 他都是那些雙飛來的 我就告訴他 你怎麼自己來到香港 那些 他還懂得說過之後 他吃完這餐 低級的食物我不吃 嘩 禁品傳 對 很傳 嘩 別讓我看見他 我不行 你那個名單上 你那個A餐 我給你一個A餐 發明氣 打人 立刻不停 你搞清楚 我跟著這個好 然後我還沒說完 他一口咬到我前臂那裡 什麼 一口咬到我前臂那裡 就是咬人咬你 是的 因為他跟他溝通不好 他覺得我想這樣 對老師這個是施責 是出局來的 到時我就看 我立刻說 嘩 對路 因為真的 我怎麼知道有沒有恐怖症 有沒有其他人 雖然很多 但是他咬到我痛 我就馬上縮 縮實扯到我 我立刻衝出去 我看到剛好有一個校長 另一個校長 一個很微貢的校長 我跟他講 很微貢的校長 我跟他講 很微貢的校長 我跟他講 校長是這樣的 他想吃自己的餐 但是不可以這樣 你知道你吃了別人的那個 別人就沒有了 是啊 當時我跟他講 我當時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我跟他講 正常 如果我是一個校長 我看到有個老師 在流血 他會告訴我 我這樣的情況 我跟他講 第一件事 你老師你不會自己自殘 然後去屈學生 是啊 沒有理由的 對不對 那 你正常應該處理了一個小孩子 是啊 先查一件事 你知道他怎麼說 他怎麼說 他跟我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咬 是咬你呢 什麼 為什麼這麼多人不咬 是要咬你呢 我當時 他瘋了 我當時就很生氣 我打算報公商 但是我的同事 告訴我 你千萬不要報公商 阿鄧老師 上次報公商之後 就針對他 他沒有好日子過 上次 阿副校跟他說 你不想多災多難 你就不要再做這些事了 這樣說話 嘩 這是一個intimidation 這是一個威嚇 這句說話 我親耳聽過 你不想多災多難 你就不要去拼搏你 那一個人不咬你 我想著 跳下來之前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 那一個老師 那一個老師 他都可能就過這種說話 但是 我想不成此一次 是的 因為我方便 收到這些事先 其實不要收到他 其實當時應該照顧公商 當你有這些事 你一個人 你不出聲的時候 你以為 吞了去 你自己可以保得住 你自己的工作 你自己的辦管的時候 其實等於對 不好意思說一句 你是對全香港其他的同工 其他的老師 你是向他們開刀的 因為 因為 你有一句說話是這麼說的 你一個人怕的話 你就搞成這樣 對嗎 我記得有一句說話是這麼說的 當公義和利益在你面前 而你想為了利益去捨棄公義 到最後這兩項都會失去 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 你看香港已經是一個好的例子 是的 這個我們講到就是 我們叫做SCN 就是特殊教育需要 嗯 講到教育界 很多人都會說 那些小孩子是怎樣 其實小孩子做得到教育界 你不喜歡小孩子就沒有人 但是問題就是 不是 做個行業的行業很多人都說 你驗不到那麼久 不是的 如果真的很厭那些 我認識過 有些做MBA 即是划谷很多書那些 工廠管理那些 是的 很久之前 我剛剛出來做的 他做了一個上午的教育 真的受不了 我想踩山倒海 因為你的差距很大 例如 一個出市已經可以 那天可以 你就是不 charge 沒有別人 所以呢 我們見到學生 做事一定是跟隨 對 問題就是 我們跟隨程序做 問題就是 我們跟隨程序做 有些情況 我們叫做特殊教育需要 或者叫融合教育 這件事是很有問題的 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 主流學校 正常的學校 一般的學校 但是現在就是 所說是融合教育 就給一些錢給學校 收一些特殊教育 需要有報告的 所謂報告 說一點 我以前試過一班 裡面有十人報告 我當時很狂狂 不如十人報告 各式各路都有 好像梁山聚弈 但是我平常心處理 其實有時尊小孩子 他有他的優點 不過我看到有些情況 有些情況就很嚴重 我拿著這疊 去問以前的 我那間大學 一些 相關科目的專措 聖學生 即是開藥 聖學生 可以開藥的 那些是精神科 是精神科 這樣的教授 精神科 他一收到我 我跟他吃三飯 哪個教授 我真的沒有收到這樣的東西 我要怎樣才可以教好他們呢 那我教授 那些東西 看一看 他看了一次之後 說你知不知 謝偉 如果在加拿大 我們會給他們一個地方 那裡有快樂 沒有優秀的 讓他們開開心心地過這幾月 因為對社會 對他們來說已經不公平 你現在把他放在一個主流的學校 對他更加不公平 其實他沒有給到什麼方法 這個講得很好 是啊 將一個有特殊問題的 或者特殊狀況的同學 你將他放在一個正常的學校 你尾其名就說融合 但實際上是對他不公平 我們講語言藝術 很多官都會說 我們不想歧視他們 我們要融合他們 我們要公用 OK 經常都用這些很漂亮的字 但實際上那個效果 就是一個承諾 他們就是會深受其事的 是啊 我們有句話就是 都不知道誰會融入去誰 就是說 變成其他學校 我想都想到了 其他學校就看到 哇 他這樣做 然後沒有人罰他的 那就跟著做 是啊 都不是問題的 總有一些支援 但一講到支援就很效果 校管就是以學校為主 等一下 支援 那裏是支援 就是學校怎樣去看這些學生 有什麼政策去處理 學校給老師的 的支助 的支援 的幫助 OK 舉一些例子給你聽 比如說 有一個小孩 有很嚴重的自閉症 他跟別人的對話 已經不是一般你可以理解的程度去溝通到 我記得有一次 當時呢 我就去一個班房 進去 當時呢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當作一堂 有個同事就給我一個對講機 給我 Mishel 你給我一個對講機 進去就要堂住 蛤? 不是吧 進班房就要堂堂堂堂 對啦 他還給我扣在我右手邊的腰 我怕人老套了你 對啦 右手邊的腰 我知道很麻煩 我都是團長生 做了這個行業 你不要是怨 那進去照常教書 我記得那一堂 教宗教科的 ok 教宗教科的 那我就拿著對講機 扣在腰上 我照常講書的 照常就會當突然之間 那個有很嚴重的自閉症 過度會弱的小孩 彈起來跟我說 我要生兒子 男生來的 我要生兒子 他說他要生兒子 我要生兒子 你為什麼要生兒子 沒有說粗口 他沒有說粗口 我也沒有說 那我就說你坐下 我要先說 然後他說 我不行 我要生 這樣來講 都是要坐下的 生兒子也是坐下生的 那我先坐下 那我繼續講書 突然之間 他脫了一條褲 他是脫了一條褲 他當眾脫了褲 沒錯 有男有女的 他脫了一條褲 然後就在那張椅子那裡 大便 窩了也很多 他蹲在那張椅子那裡窩了嗎 他半季 那個叫做怎樣 好像紮馬那樣 然後就在那張椅子大便 然後整張椅子都是屎 有很多醜 那些屎不是爛的 都算漂亮的 有多少熱氣和濕熱 那我看下去 當時我就很冷靜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你會說什麼嗎 你會說什麼 我沒有話要說的 給我 我當時很理智 我拿出去 我不敢碰他 我跟他說 你現在先休褲子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不休褲子 那就會露鞋了 讓人看到 你先休褲子 他很聽說我休褲子 因為他休褲子 然後我就拿起對講機 在腰間那裡 我右手就按著對講機 左手就指著他 你不要過來 然後我拿起對講機 3067要求增援 3067要求增援 這樣 然後我聽到 有什麼事啊 有人在張椅子大便 3067要求增援 快 那這些東西 你有沒有驚動過那些什麼 那當然是開會 開會 怎樣 那一來到 我記得的 那時候頭的主人 我說 為什麼你這麼緊張的 他說 喂 他就說 喂 你沒有理由 給他在那張椅子 他記得這句話 你有什麼理由 給他在那張椅子 我沒有給他大便 他跟我說 我沒有用 等一下 等一下 這個事情要停一停 那個老師被窄備 在這個情況下 被窄備 那個理由 就是 你有一個理由 去容許一個小孩 所以當然他不知道 或者他可能知道 也不理 因為小孩是有問題的 OK 你有什麼理由 是容許他在椅子大便 喂 第一 我沒有容許過 第一件事我正常人 我思維 我告訴你 喂 我沒有超能力的 我不知道你 我不知道你快要 快要大便 我不知道你快要大便 我不知道你有多急 他講的說話 他講的說話 我怎麼制止他 塞張椅子下去 你跟我講話想生兒子 我自然去解釋 男是不會生兒子的 對 他跟你講生兒子 對 他不是跟你講大便 然後呢 回頭 我問他 為什麼他會這樣說 他這樣跟我說 我當然是 我當他是一個行為問題 處理的方法就是 讓他坐下 通常正常 你都會當他是我做劇 對 誰知道 那就是怪罪老師 他就說 你應該理解到 他說生兒子就是大便 喂 大哥 是兩樣不同的事情 生兒子就是嬰兒 在子宮那裡 出 而這個大便 就是在植腸裡面 將一些分辨 掉出來 是兩樣不同的事情 我要跟他解釋清楚 啊 那當時是被人拆到 你 我是打你 我曾經被人講過 謝Sir 你什麼時候學會拆不住 我天生就認識 其實整個 整個 整個體制 整個教育制 整個體制 都是覺得老師 是 好像學生一樣 是 是不應該會拼嘴的 看到不妥的事情 或者上面說什麼 你就一定要說什麼 他叫你寫配過書 遲些 你還拼嘴 拼嘴就要寫配過書 他可以有一個實際的解約程序 可以慢慢慢慢一步一步 所以最近呢 我看到一些文章 就說 Cerm是一個很差的制度 因為Cerm之下 老闆他既然不可以用正常的方法 拼走力 他一定要用一些 背過書 堂門左道 或者說你割嘴 那些情況之下 他拼走老闆 但因為沒有Jury 整件事 你沒有一個仲裁 你沒有一個抵擔方 為什麼 那位副主席 那位副主席叫什麼名字 我不知道 那個什麼 我知二 一出來就覺得他好像很偉大 他只是做一個正常人 應該做的事情 他只是將話說 我要查這件事 其實一開始已經是應該 譬如任何老師 受到這樣的對話 應該有一些 你出人命 已經絕對要徹查了 你出人命 已經絕對要徹查了 你出人命 低什麼條 我就想知道 出人命又低調 那什麼時候才會高調 低調 低調低調低調 這些是 低調低調 說起這些就是慶祝難書 我看到一堆稿 那些案例都 十分之一 最近這二十年 但是不好意思 大家看到 真的不好意思 時間真的有限 我唯有 就是下一次我找多幾個老師來 這件事 真的還未 還未得到一個很圓滿 一個很公正的解決 的 我覺得絕對 有需要找多些老師出來 大家去 多謝你先 給我機會 繼續跟進 這件事 還有最新發展 最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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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記錯 就是這個攝氏的校長 他就去看精神科 就說自己受到精神困擾 被人集體去欺凌 欺凌 光明正大站出來 你去接受一個很透明的 高透明度的調查 絕對是 你應該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敢冤枉的話 但他又不敢做 他反而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假裝受害人 就是一個私藥的人 我們不論在中共也好 我們在街上看很多黃蟲殺野 在街上 三個不是兩個是除夫的 不是 他看到你善良的時候 當然就會假裝 就會很兇 在你身上想要拿盡老處 要假裝大爺 要假裝皇帝 但是當他們見到你兇過他們的時候 他躲在地上就裝慘了 一直說你欺負他 說你歧視他這些 這些做法是完全一想無一弱的 完全可以這樣說 假懷細龍 這些絕對是 我為人師 誰曾經受過去教的 真是麻煩 你這個是人生很大的一個污點 無論如何 今天很感謝謝祥 多謝你阿祖 可能我再 真的一件事 還未得到原本處理的話 咬著不放的 我找多幾個老師出來 又爆多些 不僅是一個肥西校長的 我想極度有需要 將這個香港教育制度入面 不堪 如何令到很多老師 是受到很高壓 迫到他們瘋 命都不要 這些是你放多少架 你收多少人 都完全彌補不到的東西 阿祖 你這條架是在心頭 行不行 能不能說話 就是在那邊的 好吧 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我繼續去講 如果這個問題是未好 的話繼續追蹤 也會講近期的國際事件 就是紐西蘭最近的槍擊案 也不是槍擊案 這只是他們說的一個恐怖襲擊的情況 我會趁機會去講講 關於槍械管制 我持這個角度 如果大家有看過我的角度 就知道 我是絕對很支持 全世界國維持槍的 每人都有的時候 反而就沒有人作法 這個就是下個星期 我們再繼續講 還有大家記得 做網台真的很辛苦 OK 我請大家去 去 交易吧 你支持 還有如果是 真的 一時正在走 交不起來的話 不要緊的 我們不怪你的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一定要多些去分享 就是我們這麼辛苦做的節目 就麻煩大家去廣傳 OK 還有可以給多些反應 給多些feedback OK 下個星期我們再見 拜拜 一時 你有沒有想到 那一時 一時 有啦 可妳 對 這場 這場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